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看到这个是米蛋糕用五穀米做的 米股粉的稀有比较低 而且营养好吸收 如果对肤质过敏的人呢 五穀米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影片当中我会带大家稍微看一下 我怎么做蛋糕的流程 我会先把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 米股粉它很细 而且我们这一个米股粉呢 它是属于湿膜 所以它会更湿润一点 我会先分蛋黄跟蛋白 然后把干料跟湿料拌在一起 然后蛋白打发的程度 就大概像影片中你看到的这样 是有那一个痕迹的形状出现 这样看的动作很快 但是其实我在拌的时候 动作是很轻盈的 轻盈快 因为这样才不会让你蛋白的结构 去受到破坏 我这一个是戚风蛋糕膜 会稍微敲一下让蛋糕面骨里面的 那个空气跑出来 就是看到通力巧克力 怎么去把它敲碎 然后我今天还测试了用红龙果 它颜色很漂亮 但是你会知道烤出来之后 这一个颜色就不见了 你看到的就是一样蛋糕的颜色 但是你吃得到红龙果的味道 然后也有红龙果的质在你的蛋糕里面 所以由此你可以去判断 如果你吃到颜色特别鲜艳的 或者是香气特别重的 其实它可能都跟我们自己在家做的蛋糕 的原料是不太一样的 好喜欢红龙果的颜色 这个是蜂蜜柠檬 我做这个配方我试了四五次 因为我一直想去调整到 吃起来是刚刚好有柠檬香气 然后又有蜂蜜香气 这个看到的是红龙果 但是你会发现其实你看不到 原来我们看到那么漂亮的面糊的颜色 但是在蛋糕体里面 你看得到红龙果的果粒果实 米古粉对银法族来讲 它比较容易吸收米制品的营养 吃米比较有饱足感 而且可以延缓餐后血糖上升的速度 那这是我为大家写的食谱 我相信照这样做应该都不会失败 因为我测试非常多次了 有蜂蜜柠檬还有巧克力还有红龙果 欢迎大家一起动手来做米蛋糕吧